看一下对面这几个人打团真不一定打得过 不过要是想赢的话肯定是有办法的 你不管什么东西他肯定都有自己的弱点的 比如说对面这五个人打团帽子很强 但是他们家前期守野区就不一定守得住了 就在这边和一和 接着往前走 你白没打我就把南巴夫给打了 如果你白再打的话 我告诉你们追着你白打明白吧 对面的猪猪家辅助被我们家法师大哥给引走了 那么我打完南巴夫来包的话 没准是可以收一个了 不过来 我现在辅助开弱化了 但是我们家打野好像对这两个人没有什么想法 所以我也不打了 现在看好你白这小子没到四级 他又是红开的 那么他估计可能大概就在野区刷小猪 那没四级啊 惩戒惩走就是差一点点 硬是差一点点让他到四级了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要知道你白复活 他等一下肯定要去他的红buff的对吧 所以怎么来 你看就这里啊 我们家法师在后面 法师一个大招 你白又得没 你大呢 哥你大呢 哎呀 啊他没打完了 没事没事 没关系 能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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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走隐身一按 你怎么打我 你告诉我 没关系 复活之后 才好能够赶上红buff刷新 这样子的话看得出他对面法师家他们家辅助有一帮打野熟那个野区啊 这种时候啊 尽量我后退一点让对面以为我不在这里 这样对面就写的哎最多就是三打三吧对吧 等他们达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发现哎其实我也在这里 哎呦 这里有一个不要让他跑了 打完一个不要急往前走 我就慢慢的往这里绕看好吊蚓这个位置能上吊蚓应该是空二了 嗯回头不要管这个辅助这辅助应该是没了的看我去找那个你白 小子你队友帮你守野区你现在一个人在中路晃悠你是真的该死啊 现在的节奏是完完全全掌握在我一个人的手里呢 我呢只要等你白个复活就好了 但是打你白的时候你切记一定要二技能加一技能再接大招 因为你二技能直接接大招有延迟的话你白反应过来了他直接就跑了 但是你二一秒接大的话你白就算是不死 他也没办法再继续打了他只能回家 这里啊他队友来人的不要管了不打了 你白回家之后他知道他红buff肯定没了他等一下要去拿buff那里的 所以现在红buff这里不管这个红buff到底是对面了还是我们家了都不要管了直接抓紧时间往拿buff那里赶 不要花时间还来得及的 好 哎 现在下一个拿buff刷新 对面是我妈这阵头铁了心的要帮他们家打野手也去 那这种时候肯定就不能够硬碰硬的还能傻乎乎的去打蓝buff的话那这说明我是个傻娘要学会绕后啊大部队在蓝buff那里的话他们后方可能没人 嗯 直接加速再接个一技能打出一个闪现往后走快点走不要觉得这一波没什么用我硬生是把对面的射手跟法师全都给打跑了现在把注意力给到白女手约 因为要知道这个手约是没有闪现的再加上这小子啊帽子还是个彩血我看到他了他现在估计还是不想回去的他可能要来中路打一枪啊这个手约你想干什么都被我猜到了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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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哦一换一肯定不回答 复活之后接下来你白哥好像被我们家开船的给蹲了拿去打起来定好这个白女手约这手约可能要过来 就看他来不来了你不来的话我可去打你队友了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即使啊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对面五个人我都不太好的 但是你要知道咱们打单排不管对面透出什么样子的阵容 他们肯定会有非常明显的突破口关键就看你到底能不能找得到